一到这个季节 我就会在这里出现 因为这个工作只许成功 只许成功的原因 是贺岗农民 曾因为文旦产业低迷 一度打算弃重 原本在这传福音的牧师 在文旦抢收季节 也全副武装 和贺岗部落居民 一起动起来 牧师总是帮忙踩文旦 想输入 而有了文旦牧师的称号 来自阿美族的他 还有个特别的名字 那么好 对 都叫那么好 我说我们阿美 应该是那么 但是我妈妈喜欢 那么好 起床咯 那么好阿让 牧师说 既然取了这名字 那就只能努力 让大家都那么好 才文旦 开始 开始才了 对啊 即便几年前 他已经转掉别的教会服饰 每到产季最缺功的时候 他还是第一时间 就出现在贺岗身上 前几次台风落过 还好不是漏很多 我们赶快上去一下 台风永远是花莲贺岗农民的噩梦 2007年 那么好牧师刚来到部落 墙台侵袭 九成文旦都被扫落地 受损面积高达1500公顷 而受伤的果树 至少三年无法再种植 那时的景象让牧师决定 把建制文旦产销系统 列为第一优贤大事 再不踩就大了 上面的都要用勾勾啊 今年台风又来侵扰 农民如林大敌 趁着风雨间歇 大伙赶紧开工 但情况不是太顺利 树叶湿的就不能踩了 所以每次踩啊 踩收啊 大家就要看有没有微风 把这些沥干 文旦是最怕湿 最怕雨水 这头有人背着机器吹干文旦 那么好牧师也没闲着 稍微干燥的要赶快踩下来 我们有点像猴子 有些高度呢必须自己爬树 那当时刚看到 六十岁七十岁的老人家还在爬树 还在爬树 那我也年轻啊 我也可以爬 那时他刚调来赫冈教会 也自告奋勇来帮忙 但没爬过树的他 好几次都摔得鼻青脸肿 我跟着爬树的原因是 我希望学得 这个栽种文旦的一些经验 顺便贴近这些树状 文旦树 贴近这些文旦 文旦树长太高 牧师担心老农也会发生意外 于是也学着矮化树木 还把太太娘家的果树拿来做实验 因为我没有经验 我砍树让它矮化 结果砍到枯干 那个时候很苦 那被业父骂得不行 因为好多人 40年被我砍死 还真是树叶有专攻 但他不放弃 晚上传福音 白天就去农改场上课 学习怎么施肥修枝 调节果形 人家已经睡觉了 我必须苦着 去翻译讲译 然后去听听 跟他们录音的经验谈 然后慢慢去做分析 因为你不下去伸手 你不下去看 你不下去经验 你是得不到 这样子的一个成果 但困难很多 就像这突然来的倾盆大雨 又让好不容易干爽些的文旦 全泡进水里 采收作业 只能紧急喊咖 所以下大雨 你踩也没有用 东西不能出去 等于当垃圾放在家里 那刚刚踩下来的怎么办 拿到家里 反正就是看看 电风扇吹一吹 看看能不能吹干 本以为有工作的采工们 只能狼狈下山 无奈等着老天赏口饭 这画面让牧师 很想为他们做些什么 至少要让已经进仓库 品质好的文旦 能够卖出去 这个很大的根本不能上市场 这个又太小 这个又太小 那当然我们形状大概是 以这样子的形状为主 有点成三角形 他思考要能打响贺钢文旦的名号 就得先确保品质不出错 那时他摸索着建立一套SOP 像是测甜度替文旦分级 这个应该是11度 有时候吃了就知道几度 所以如果在置放的话 可能到11度半 12度 很准 11度 你看 他发现文旦是居民重要的经济命脉 但因为不懂行销 才导致产业一蹶不振 大盘给的价格差 部落老人把文旦 拉到果菜市场卖 价格却抵不上油钱 家家户户都打算弃重 肉质是很鲜嫩很鲜 那果粒也小小的 那这个风味呢 是有一点野地飘香 野草飘香的味道 对跟这个秀古兰西 的水汽有关系 赫钢文旦风味是好的 如果不努力 他们的命运就只能堆在仓库 最后倒进山沟当肥料 全赫钢部落有七八十间仓库 所以每到出货前 他就一尖尖跑 鲜度跟口感其实都可以测试 那有时候测试十户二十户 其实嘴巴都会麻掉 因为吃太多 他想替赫钢文旦建立品牌 向政府争取补助 带进第一台全果机器 可以大大提升效率 甚至还买纸箱分给大家 过去大家都随便包一包 那大小全部塞 设计包装建立品牌 都只是第一步 真正的难题是农村永远缺人力 那我们必须在这个 有限的时间里面 把这些产业 把这些文旦送到客户的手上 其实这是天大的难题 白鹿后采摘文旦 放十天走水才能浇出去 还要确保大小甜度符合要求 即便找到客人 却没有太多人力 可以帮忙送货 于是牧师做了一个决定 自己硬着头皮 把弟兄姐妹会友的文旦 弄到我一部车子 那装车之后 那一个人 一个人开启彰化 那一次原本说好 大家分工合作 把文旦带出去部落卖 但最后只剩牧师一个人 开着满车文旦不知所措 那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 整车的文旦 那整车的文旦 带过去我也没有信心 其实我的想法是 你们不拿出去卖 我干嘛卖文旦又不是我的 那那个桥在那边 修复完戏很长 我搭壳跟你们以前一样 我那卖不出去 我就丢到 丢到桥下 那时候是有这样的冲动 兴旭被第一朝远队占满 很多事不如预期中的那么好 他第一次觉得 这名字很不好 倒像个魔咒给人很大压力 既然自己要了这个名字 就非得做好 当然反过来讲 那很多事情做不好的时候 其实是很困惑 但他知道这一放弃 也意味着要弃守贺刚 弃守当年对族人 对自己许下的承诺 静下心来 他重新拉车上路 一个人把文旦 一站站送到各地教会 号召弟兄姐妹一起支持 大概两天的时间就卖掉 大概将近500箱的文旦 那那个时候一卖出 当然我欣喜若狂 那从来没有一下子 把这么多文旦给卖走了 沿路上这个满是师哥赞美 非常高兴这样子 然后沿路没有打瞌睡 过去农民在当地一斤文旦 只能卖到六块钱 牧师居然可以用35元 把文旦卖到外地 那一回来那我把带子交给他们 那他们大概十户吧 九户吧 那就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说好 这个没有陪你干嘛 我说没关系 这个交给你们 那多少箱你们自己分 把你们一箱翻卖 就自己分 这对鹤岗部落的农民来说 是天大的鼓励 也意味着也许能少一个家庭挨饿 不必为了孩子的学费烦恼 他就像 就像上帝伸出一双手 然后把 把这边的农民拉了一把这样子 对 那其实那时候感触蛮深的 因为看到自己的爸爸 文旦卖不出去 后来那么好还募款 在部落盖起文旦形象馆 让居民有地方办活动 行销贺钢文旦 牧师那么好 居民怎能不动容 经济拮据的他们 为了表达感谢 主动捐献 替老旧教会换了新装 从这个不起眼的文旦产业 然后来兴起这个教会 特别在硬体设施上面 做了一些非常非常的改变 那在乡下能够盖起 三千五百万的教会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天方业谈 老天的安排都有道理 这也让他决定收起所有负面情绪 全心替文旦产业付出 于是他想做的更多 个牧师的一个目标是说 带动整个社区能够成为一个 有机部落 朝向这个目标来做 为了传达永续土地的理念 那么好牧师特地飞到日本 学习调配有机资财 鼓励农民转型种有机文旦 罗头牧是乌拉利部落 第一个响应牧师 转做有机的农友 牧师带动我带做有机 转换有机的这个过程 真的吃上很多苦头 三年有机转型期 严重影响生计 原本一起转型的七位农友都放弃 只剩下罗头牧还在苦苦挣扎 是牧师的陪伴鼓励 让他决定撑下去 第一个就是安全 第二个就是它的口感 跟一般的那个什么 接触农药的那种口感不一样 差很多 牧师牵动我再做有机 那后面改良场再辅导我 那我就可以持续再做 即便要达成有机村的使命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但他真的替他们建立了一条 产业经济循环链 年轻人回来了 村民的生活环境也得到改善 因为这个是流汗流血的过程 那中途改变或者是中途放弃的话 就等于是你把三十年的心血 全部放弃了 所以这是我记得非常可惜的部分 一定有他的家庭 多年后的今天 花莲赫钢文旦早已全国驰名 也常传出得到金牌殊荣 那么好牧师说 上帝让贺钢铲出好文旦 是种祝福 而部落人们不服输的任性 也鼓舞着他不轻言放弃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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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